在明星拍戏的时候,有时候因为角色需要挑战不一样的造型,有些人演主角所以变来变去都是那样的美啊帅啊,但是很多很多配演就要挑战很多夸张甚至很难超越的角色了,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那些换个造型就不认识了的角色,还记得《神雕侠侣》里面的童年阴影球千尺吗? 当时这个角色一出来真的让人毛骨悚然,但是是眼球千尺的罗兰是香港出了名的老戏骨,在很多经典的现代剧中都有出演,对比一下,是不是没认出来啊? 雄瑶阿姨的环珠格格,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,当年抑郁风情的湘飞一出场,真的惊艳了时光,虽然天度红颜刘丹意外死亡,但是把她最美的样子留在了观众的脑海,但是她还出演过《西游记》剧中的《西海公主》,是不是完全不像? 同样,在环珠格格出演湘飞爱远的蒙丹,当时觉得湘飞的眼光真瞎,长得美若天仙却爱上这样一个虎背熊腰的大汉,后来蒙丹还在《西游记》扮演《沙风》,是不是觉得很惊讶? 黄海波出演了《新上海滩》,如果没有那是出来,她现在应该也很火吧,其实在很早的时候,黄海波还是演过猪哥哥猪八戒,怪不得一直觉得她很眼熟,原来是童年老记忆了,在《武林外传》中,张欣义扮演过郭芙蓉的姐妹小青,对比现代剧,是不是一点都想不起来呢? 还有同样在《武林外传》中饰演童相遇的爹,童伯达虽然好像就是一个客串演员,但早在《八十六版》的《西游记》中,童伯达就饰演了霸气神圣的如来佛祖,这个角色对比是不是差别太大了? TV还有孙星,真的是童年老面孔了,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《春光泰烂猪八戒》,里面的《太白金星》,但是在当年非常出名的《风云雄霸天下》里面,她还饰演了《诗无名》,还在《1993版》《与天图龙记》饰演了杨潇,看了这么多不同造型的演员,你觉得谁最让你吃惊? 《与天图龙记》